最近天气这么冷 冬天吃热乎乎的火锅 真是享受 而市面上呢 港式火锅也来看路了 像是这是另类的花雕鸡的汤底 加上呢 蜜翅的醉鸡 口味相当特殊 还有就是正口味的胡椒猪肚锅 让消费者直呼吃火锅 好像在进步 加入了大量的红枣枸杞 刚煮好的花雕鸡锅 冬天里壮人暖暖的 让人流口水的锅底 招牌醉鸡 几乎是每桌必扁 它除了每天用新鲜的浸材之外 然后我们还会有中药啊 绍兴酒下去调配的 然后在烟的过程中呢 也是有那个比例在的 时间都会抓得刚刚好 我觉得它的味道很浓郁 对 然后就是会跟一般的店家不太一样 冬天吃的话 感觉会比较 比较温补的感觉啦 有进步的感觉 冬天吃像是在进步 特色汤底 还有胡椒猪肚 加了中药材的汤底 兼具暖身效果 除了海鲜清熟吃到饱 一大特色 还有主厨现包的港式云吞 当火锅料 用那个三七比一的 肥猪肉跟瘦肉 下去调配的 再加上一些港式的 一些调味料 对对对 那再包上一个仙虾仁 港湾十足把滋补的煲汤 手法变成另类的火锅汤底 边吃边补也难怪在冬天里 大受欢迎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还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